今天呢我們要介紹精工最常用的鋸躬 桌上擺了三把鋸躬是我們現在目前最熱銷的三個款式 那待會透過影片呢 我會一一的去介紹每一把鋸躬的優點跟缺點 這樣日後當你們在選擇鋸躬的時候呢 比較不會說摸不著頭緒 好接下來呢我們要示範各個鋸躬的一個優缺點 我們今天在桌上看到三把鋸躬只要分成兩類 第一類叫做可調式鋸躬 這可調式鋸躬意思是說它在這個位置多了一個旋鈕 可以讓你輕易的去調整這個躬的伸縮長度 那這一種叫做固定式鋸躬 意思是說它不能去做調整 那首先我們先講到這個固定式鋸躬的一個優缺點 它的缺點就要兩個 第一個它的鋸躬在裝跟卸的時候呢 會比較有一個困難度 怎麼說勒 因為它鋸躬在裝窄的時候呢 你需要用身體或是用東西去頂它 讓它的弓的一個上下的距離拉近一點點 當你的鋸躬都鎖好 裝緊以後再把這個壓力放掉 它會把這個鋸躬緊 藉由這樣的方式去做一個鋸躬的裝窄的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如果說長時間的反覆次數比較多的話 比較容易造成像我習慣用頂的話 身體去頂就會造成身體的一個受傷的動作 所以它會比較困難一些些的去做一個裝卸的動作 再來第二個 我們的鋸躬在使用的時候 有時候斷的時候是斷比較靠近上半部 以這種鋸躬來講就一定要換鋸躬 但如果你是可調式鋸躬 它就可以把它縮短再來繼續做使用 可以比較節省鋸躬的一個消耗 這就是它本身的兩個缺點 那它的優點來講 第一個 它的售價很便宜 以這一把鋸躬來講 入門款的話大概是180塊 就可以買得到 再來第二個 它的重量還蠻輕的 我們整個重量來講的話 大概是138克左右 所以呢 你再長時間的一個使用 也會感覺到比較輕鬆 不會太重 那第三個優點是說 符合人體工學設計的一個握把 就是現在看到這個握把的形狀呢 是讓你可以長時間使用握的時候 比較好 比較不容易滑手 這就是我們固定式鋸躬的一個 優缺點的一個介紹 好接下來呢 要介紹我們的可調式鋸躬 我們先講到這一把德式鋸躬 它主要的優缺點 以缺點來講的話 那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 是它的一個本身的總重量 可以看到 它的重量大概165克到166克左右 是所有鋸躬裡面算是比較重的一把鋸躬 那這樣的話 如果長時間使用下來 你會需要比較費力的去握著它去使用 再來第二個 它的握柄的這個設計 因為曲度不太夠的關係 所以握起來 你會覺得需要比較大的力量 才能夠駕馭它 因此呢 你長時間使用下來 也會覺得比較累 最後一個 它的一個設計上的重量分佈 比較偏向於在鋸躬的後半截 所以你長時間的鋸切 也需要比較大的力量去hold住它 一樣 也會讓你在鋸切過程中 感覺到比較累 這就是我們德式鋸躬的一個缺點 那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這邊來介紹一下 第一個 價格 它在說 可調式鋸躬裡面 算是最便宜的一把鋸躬 大概300塊就可以入手 所以價格便宜 第二個 我們剛剛有提到 德式鋸躬好處就在這邊 看囉 我們只要把這往上推 這樣子就可以把鋸躬絲給繃緊 意思就是說 更換鋸躬絲非常的輕鬆非常的簡單 再來 如果你的鋸躬絲是斷在 我們繼續斷掉 斷在比較偏上半部或下半部的地方 那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調整 再重複的使用這一個鋸躬絲 比較不會容易造成鋸躬絲的一個浪費 這就是我們德式鋸躬的優點跟缺點的一個介紹 讓你們參考看看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的德制鋸躬 這把鋸躬呢 優缺點 我們先講到它的缺點 其實它缺點只有一個 目前來說 它的缺點就是貴 它是所有鋸躬裡面價格算比較高的 那 它的優點 的話來說 有幾個 第一個 它的這個握柄的設計 非常的棒 怎麼說呢 細度夠 弧度也夠 所以你長時間鋸切的時候 你握起來會覺得很省力 很輕鬆 再來第二個 它整把弓的一個重量分配呢 比較平均 你會看到這邊粗到細 對不對 這邊粗慢慢 這裡都是很細的一個地方 所以呢 它的重量比較偏向於在這個鋸躬的前半截 意思就是說 當你長時間鋸切的時候呢 你也不會容易覺得累 也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氣 那 再來 它的優點 你剛才有介紹到 它是可調式的 所以當你在更換句式的時候 你只要稍微這個動作 有沒有 繃緊它 轉一下 它就可以轉好 所以非常的快速 也比較輕鬆 那一樣 如果你的句式斷在上半截的話 你只需要把它調整下來 就可以再繼續使用 不用一直更換句式 還有一個 它的重量 很輕 大概 153克 這個 這個重量的話 對我們一般來講 可調式的 可調式鋸躬裡面 算是非常的輕量化的一個鋸躬 所以一樣 長時間使用下來 比較不會容易累 這就是我們的 德字鋸躬的一個優缺點 讓你們參考看看 以上是我們對 每一把鋸躬的一個優缺點 已經比 讓你們參考看看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 我們怎麼正確的去使用這個鋸躬 我們桌上擺兩把一把固定是一個可調式 我先教你們怎麼去裝載這個鋸躬 以可調式的鋸躬或是固定式鋸躬來講都一樣 你要正著用或反著用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就是講正著用 怎麼去裝載這個鋸躬 如果你要反過來就是相反的意思 首先呢 我們先看鋸躬 這個鋸躬 當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 我們要先知道方向 你要記得 當我要這樣子使用的時候 是往下鋸切的時候 要有鋸切的力量 所以我的鋸躬是 往下的時候 往下摸 往下摸的時候呢 是沒有刺刺的感覺 往上推的時候會有刺刺的感覺 這樣的話 我往下才有那個力量在 所以是 如果這樣 我這樣往上推 诶 刺刺的 那方向就對了 好 那以固定式鋸躬來講的話是 先鎖一邊 套進去 酸緊 然後呢 身體去頂 讓鋸躬的躬身靠近一點以後呢 另外一邊 酸緊 放開 有一個繃緊的聲音 這就是固定式鋸躬的一個裝載方式 再來 可調式就比較簡單了 一樣 稍微靠而已 不是頂齁 一樣 確認方向 往上 再說一次 往上 會有刺刺的感覺 往下是順的 鑽索一邊 鑽索一邊 另外一邊 裝緊 好了以後是鬆的 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握著 懸開這個鈕 往上頂 頂到底 它就繃緊 所以會比較簡單 這就是我們兩把鋸躬 各自的裝鋸濕的方式 好 鋸濕裝好了 我們接下來示範 怎麼去鋸切金屬 這個鋸切金屬的時候 有一個訣竅 記得 當我們是這樣子鋸 往上 鋸濕裝載的時候 往上會有刺刺感覺 往下是順的時候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待會在鋸切的時候 是往下用力拉 往上放鬆體 再一次 往下用力拉 往上放鬆體 這樣的話 速度就可以變得比較快 看喔 往下 用力 往上放鬆 往下用力 往上放鬆 不是all the time 不是全部過程 都是一直不斷用力 只有一個方向是用力 那 這個金屬鋸切 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說 你的這個金屬物 一定要壓緊 不要讓它會晃 這樣你鋸切速度 就會變得比較快 還有 第二個 你的弓啊 你的這個鋸絲啊 要繃的緊度剛剛好 不然它會一直滑來滑去 會偏來偏去 容易斷掉這個鋸絲 那 再來 現在是鋸直線 如果要轉彎勒 記得一件事情 這個轉彎不是鋸弓轉彎 是金屬物件轉彎 所以當我要轉彎的時候 是金屬物 慢慢的繞 慢慢 不要一直要繞太多 稍微有點點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弧度出來了 就是金屬物 慢慢的開始做轉彎的動作 可是我的手上的這個鋸絲 這個鋸切的動作 是不會停的 那 這邊教你們一個小技巧 如果說覺得 我鋸起來卡卡的 澀澀的 很簡單 我們這個金屬塊銷膏 稍微給它塗一下 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這樣鋸起來 又會變得跟新的一樣 很好鋸 這是我們一個小配婆分享給你們 這就是我們金屬的一個鋸切 我們一wyn新的大名 知道嗎 我們應該進去 坦白 有一個小伙子 那麼 有一個小派 我沒有想過 我們 我們